今早的AT个股推介是九仓置业1997 选择原因是经济服尚 加上近期派发消费券利好本地销售 另一方面五一黄金周张志 预计会有60万的旅客访港 进一步刺激零售业 九仓置业持有海港城和时代广场等 本地市民和旅客热门光顾的商场 短线和长线都应该可以受惠 摩根士丹预计 本港未来几个月的零售增长会持续强劲 全年预料会增长22% 进一步推动租金上升 以及利好收租股的估值 大摩引述九仓置业指出 租户销售的趋势令人鼓舞 奢侈品牌的销售复甦较中档品牌为强 管理层预计租金上升 期望今年的租金调整率是正数 概略上九仓置业近期高位整顾 昨天收布44.2 短期憧憬五一消费表现 可以在现水平买入一注 上网月初高位大概是46.5 长线投资者可以抠上升轨大约43元才买入 大行平均目标价是49元 跌穿前浪底大约40元的水平就适宜置舍了 感谢您请按赞 订阅 核主舍 请按赞 订阅 核主航 小么 季度 优优財 产不暖室 小么 直接尝尽 ão 继续 优到没给了 小么 确认 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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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培